第十四章神旨一 江雪宁返回花厅时 在道中遇见了匆匆赶来处理此事的游氏姐妹 显然他们也已经听说了江雪宁这一个外来的客人竟插手他们府里式的消息 一则有先前花厅中的旧院 二则有眼下的薪酬 游月盯着她的那一双眼睛 好似能喷出火来 就连游双面色都不算好 只淡淡跟她道了生好 江雪宁也敷衍的硬过 跟清远伯府这两姐妹的梁子 肯定算是结下了 可她并不在意 天下有哪个人怕被一只蚂蚁恨上呢 返回花厅后 游方淫落水的消息都传遍了 因不知道具体实情 所以传言反倒比事实还离谱 有说是福里丫鬟 不堪主家折辱才投水的 有说是正经姑娘 姨娘刚投了还 一时想不开做了傻事 当然 传得最广的莫过于江雪宁方才的那句话 这姑娘是游府的树出小姐 被恶仆欺辱 只怕落水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因先前燕林来找她说话 这花厅里诸多世家小姐平日都循规蹈矩 倒还头一回见到这种公然的思绘 在江雪宁走后便对她有颇多非议 且大家原本对燕林都有点心思 谁想到半路杀出个江二姑娘 竟让他们觉着 燕世子在观礼之前赶这般作为 该是婚事暗地里都敲了个七七八八了 实在令人犯酸 可奈何紧接着就除了游方淫落水的事情 世家小姐们的日子乏味 哪儿能抗拒得了谈资的诱惑 正好主人家料理事情去了 有些便趁机凑到了江雪宁身边来打听 江雪宁便说了自己看到的 既不添油加醋 也不少说半分 不一会儿 游氏姐妹回来 只说是府里一个庶女不慎失足落水 还好婆子们发现得早就过来了 如今已经找了大夫来看 不妨是 众人面上当然都一副人眉事变好的庆幸 可这些世家小姐先才已经听过了江雪宁一番话 且谁家里没点烟杂举语 有些事情一听就明白 内里根本懒得信由是姐妹这番鬼话 只不过他们是主人家 面子还是要给一点的 至于等宁会结束 回了自己家要怎么传 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接下来便是午宁 赏局 作诗作画 于江雪宁而言着实无聊 若不是燕临仙才说下午结束后去层销楼等他 晚上一起去看灯会 他怕再见完游方银之后就走了 最后半个时辰 他只坐在边上 看这些个世家小姐五文弄墨 在那一张一张铺好的宣纸上 工笔描摹出一幅又一幅姿态各异的丘局图 一会儿等大家选个魁首出来 此宴便算结束 可谁也没想到 在这雅宴将近的时候 门口忽然一声唱莫 乐阳长公主道 长公主 厅内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根本没来得及抬头多看 便都忙慌慌行礼 恭迎长公主 江雪宁在听见这一声的时候 眼皮都跳了一下 心里面已经给开始暗恨自己没有提前离席了 但转念一想 自己现在是女装 于是又强迫着自己放松了那根忽然崩起来的神经 在角落里随同众人一道行礼 下意识地把头埋得滴滴的 听前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 还有贵族女子腰上所玄的配环相撞的声音 很快 众人便听得一道声音从头顶传来 不必多礼 本公主与阿淑不过听的清远伯府宴会未尽 顺道来看看是什么模样罢了 平身吧 一字一字 若诸欲落盘 竟有如仙乐 仿若天人 众人听的这声音 便忍不住去想 能拥有这样美妙嗓音的岳阳长公主 该是何等神仙妃子般的模样 世家小姐身份虽贵 却从未进出宫廷 大部分人从来没有见过公主 是以平身之后 都抬了眼眸打亮 然而 在看见这位公主样貌的瞬间 所有人都愣了一愣 目光里不由浮出几分异样 随即便生上来一种怜悯 心里面暗暗道一声 可惜了 乐阳长公主神旨一 乃是先帝宠妃贤皇贵妃所出 自小受尽宠爱 锦衣玉时 养得皮肤细嫩雪白 五官又继承了皇贵妃的精致 异常名利照人 笑起来时更有甜甜的小酒窝 叫人看了变心声欢喜 然而那左眼下半寸靠近眼尾的地方 竟有一道疤痕 颜色虽已稍浅 也不太长 可在这般无暇的脸容上 格外醒目 格外刺眼 让人很难不去注意 原本一张脸上的美感 便被这一道巴拉的损失殆尽 使人不由晚叹 明珠有烈 美誉生戏 这是一张破了像的脸 便是使了脂粉来遮 也能看清 有那般动听的声音 却偏没有与之相衬的样貌 江雪宁则知道 乐阳掌公主脸上这一道疤痕 乃是二十年前平男王举兵谋反进犯京城时留下的 那时他不过刚刚出生不久的一个奶娃娃 被叛君从乳娘手中夺来 作为人质 用匕首在他脸上画了一道 胁迫躲藏在皇城中的其他皇族现身 后来秦王之师感到平息叛乱 贵魏公主的神旨一当然安然无恙 可脸上却永久的留下了这样一道疤 从他的幼年 伴随到如今 如今虽二十年过去 可朝堂上 皇宫里 所有历经过那一场变乱的人 看了他脸上这道疤 都会不由回忆起那一场让宫廷内浸满了鲜血的变乱 乐阳掌公主这道疤 是平男王逆党在大前这一泱泱王朝脸上画下的耻辱 也正因此 当今圣上对这位妹妹格外宠爱 但凡神旨一有任何的要求 只要不涉及国家设计的存亡 他都予以满足 便是他想要摘那天上的星星 沈郎也要叫人去试仪式能不能摘 方肯罢休 沈指一在宫廷中长大 从小就见过了无数人注视他脸上这道八十的目光 有的怜悯 有的疼惜 有的讥讽 甚至他偶尔还会从一些容貌毅力的工人脸上看到他们的心声 纵然是高高在上的帝国公主又如何 有了这一道八 破了好颜色 实在连他们这些低贱的工人都不如 年幼时他尚且不知这些目光的含义 待得渐渐年长明白之后 却是由怒而恨 由恨生悲 试问天下女子 又有谁能真正不在乎自己的容貌呢 沈指一扫眼看去 众人打量他的目光都被他收入眼底 唯有角落里一人埋着头没有抬起 一直把脑袋按得滴滴的 倒是稀奇 他在宫中时已习惯了别人这样的注视 此刻虽觉得心底根扎了根字似的 却也没有发作 只冷淡道 你们继续作画即可 众人都被他扫过来的眼神惊了一惊 连忙收回了目光 公主既已发话 他们自不敢反驳 于是个个都回到了自己原先的位置 作画的继续作画 作诗的继续作诗 江雪宁也轻轻松了口气 退回去就要继续假装自己根本不存在 可亚根尔还没等他重新坐下 沈指一竟直接向着他来了 往他面前一站 便道 你就是江雪宁吗 抬起头来 真不知道这位祖宗为什么又注意到了自己 江雪宁如今可不是皇后了 对比他帝国公主之尊 不过是个普通大臣家的的小姐 身份地位的差距摆在那里 也不敢有所违逆 一眼抬起了头来 这一瞬间 沈指一眼底划过了毫不掩饰的惊艳 过不一会儿 却又变成了一点带着哀碗的艳线 轻轻叹了一声 我今日便是为你围来的 江雪宁眼皮又开始狂跳 沈指一却道 难怪燕林那个水也降服不了的为你死心塌地 这般的好看 便是我见了都要心动 实在让人羡慕 他今日本在成国公府赴宴 可到了才听说他兄长沈介去了清源伯府 沈指一本来就粘着这个性情温和又脾气极好的哥哥 后来更得闻从小跟他一块儿玩到大的燕林也在那边 便着人问了问 这才知道 沈介是因为燕林去的清源伯府 而燕林又是因为某个官家小姐去的 这一来他便好了其 眼看着成国公府宴会结束 便拉了与自己要好的成国公府大小姐萧叔沙来这里看看 这传说中的江二姑娘到底是何方神圣 沈指一知道燕林那德性 从来对女人不大感兴趣 若能被他看中 那必然有过人之处 所以刚才扫眼一看 那个唯一低垂着头的身影便被他注意到了 走进来叫他抬头一看 果真是那个江二姑娘 一张脸书色无双 似冷非冷 似艳还无 叫人一见难忘 江雪宁心底里却是哀叫了一声 这算什么孽缘 听沈指一这意思好像是因为燕林才来看他的 便算是不想遇到也遇到了 这位乐阳长公主将来的命运 他是清楚的 原本执掌兵权的永逸侯府被平南王旧案牵连流放后 每两个月 北方达达便蠢蠢欲动 称新王继位 想向大前求娶公主作为王妃 皇帝又不想重新启用永逸侯府 便送了乐阳长公主去和亲 四年之后 达达养京旭瑞结束 彻底举兵进犯 满朝文武只赢回了公主的官国 那时的皇帝已患了审戒 他悲痛之下 这才推翻了审郎当年为永逸侯府的定罪 为永逸侯府平反 启用已流放在外四年的燕林 燕林也终于得到了机会 以戴罪之身率兵平定鞭乱 驱逐达达 杀到一敌寸步不敢越过大前国土 封了将军 掌了虎符 回了京城 之后 便是江雪宁的灾难了 他想起他们上仪式初见时 他做男儿打扮 却见神指一对自己脸上那一道疤过于在意 于是拎了灯会上别人用来描花灯的戏笔 蘸了一点鹰粉 在他左眼下为他描了那道疤 神指一笔时误以为他是男子 对他生了情愫 后来知道他是女子 自然心里过不去 可在去网达达和亲前 他特着人请了自己来 为他画上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那般的妆容 然后静静坐在妆镜前 望着镜中那张娇艳的容颜 夹边却划过两行泪 在神指一去后 江雪宁也曾多次问过自己 如再有一次机会 你还会在初见时为他画上那一笔吗 当时没有答案 他以为自己不会 可如今 真等到神指一再一次活生生的站在他面前 他真的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时 江雪宁才发现 他的答案是 我会 公主殿下本是天资国色 是整个大前朝最耀眼的明珠 雪宁何能及万一 他抬眸望着他 微微地笑起来 您本不必艳羡臣女的 这番话听上去实在像是闭着眼睛的恭维 神指一再听见的第一瞬间是厌恶的 可当他触到他的眸光 却发现他这一番话里十分的认真和好不造伪的郑重 一时正然 江雪宁便转身 竟然拉了他到最角落那无人的画桌旁 轻轻提起一管杨豪戏笔 轻轻占了一点浅浅的鹰粉 到一生冒犯了 而后便凑上前去 在神指一左眼下那一道疤的痕迹上轻描几笔 原本刺目扎眼的疤痕一时竟变作一抹月牙式的粉 像极了一片飘落的花瓣 待得他退开时 跟在神指一身边的工人已是嘀嘀惊呼一声 目露惊艳 江雪宁指道 有些伤痕 若殿下在人前过于在意 则人人知道这是殿下的柔软处 皆可手指刀枪已伤殿下 可若殿下视之人前 不在乎 或装作不在乎 人则不知殿下之所短 莫能伤之 您的伤疤 本是王朝的荣耀 何必以之为耻 神指一彻底愣住了 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大胆的话 明明很是直白风锐 却好似一红清风如水 拂过心田 把某些伤痕抚平了 他注视着眼前这位初次见面的江二姑娘 难以移开目光 江雪宁画完那一笔 便觉心头舒坦 又转念琢磨了一下 虽然又与乐阳掌公主有了交集 可这一事还不知谢威要怎么对付她 若能巴结好公主殿下 便是谢威要对她动手 说不准也得掂量掂量 这没什么不好 只是当她脸神回眸时 撞见神指一此刻注视着她的眼神 忽地头皮一麻 这眼神 怎的跟上仪式一般无二 她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穿着 却是女子打扮 可为什么这眼神 电光石火间 江雪宁脑海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念头 以至于让她浑身一颤 禁不住击起一串鸡皮疙瘩 谁说 上仪式乐阳掌公主一定是因为她女扮男装 误以为她是男子 才因差阳错对她生情 同一种情形 未必不能有另一种解释 那就是 见她做男儿打扮 却一身阴柔女气 因而对她亲近 只是长公主自己未必知晓 如果是这样的话 江雪宁还执着画笔未来得及放下的手指 忽然就僵硬了 这一瞬间顶着神指伊纳注视的目光 她整个人如被雷劈一般 慕然的脑袋里只冒出来三个字 完蛋了 这一瞬间的脑袋里只能够出来三个字